《大厨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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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我是 Bryce 欢迎来到《大厨师傅》 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厨 又帅气的 Chef Dallant出场 嗨 哈啰 Chef Dallant 那今天我们又要煮什么 美味的佳肴呢 我们今天要煮很多美味的佳肴 还是一样准备三道菜给你们 对对对 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就去买吧 买食材 走吧 来到蚂蜜菜这里 我们要怎样选蚂蜜菜呢 我们要选蚂蜜叶 它的叶子会比较美的 会比较多叶子 轻轻色 对 比较轻轻色 蚂蜜菜也是最到地 我们沙拉瓦的本地 是自己种植的 对 这样已经可以了 可以吗 这样只可以了 三块八 三块八 谢谢老板 老板 帮我们把这美丽的结 这个就是蚂蜜菜 下一趟就去哪里 我们下一趟就会去哪里 我们下一趟就会去哪里 来 我们今天要找什么样的辣椒呢 我们就是要找的灯笼椒 灯笼椒 灯笼椒 长得像灯笼 英文椒 我们叫蚂蜜菜 蚂蜜菜 有一些英文的地方 它们叫蚂蜜菜 蚂蜜菜 对 如果我们的灯笼椒 我们要选的话 它会比较 要怎么样选才是正确的呢 给你们一个比喻 讲说不好的灯笼椒 不好的灯笼椒 是像这样的 会有一点点的 你看它的这个 有一点不好 这个已经是溃烂了 要几粒这样子 这样我们是 拿一粒的那个红色的 然后我们再拿两粒的青色的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灯笼椒 那么我们就去选我们最后一样的虾 还有多一样的 对 最后一样的虾 对 最后一样的虾 新鲜的虾 就是新鲜的虾 走吧 走吧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之前来过的地方了 是 可是问题是今天我不会教你们怎样去选 因为之前的那一集 我已经教你们如何去选虾了吧 那么今天我就要靠你们了 就选多点青色就是对的了 会新鲜度在哪里 它的新鲜度 不过你选完了 你可以帮我选一个它不新鲜的虾 不新鲜的虾 对 你们到最后才选给我 你们先选那些新鲜的虾先 这一只应该不错吧 这一只 这一只可以 这个就要看你们夫妻的那个默契了 差不多要多少只这样已经足够了吗 还是需要到 这一只 现在找到了这个不新鲜 对 它是有一点点的不大新鲜的 你看它的颜色 所以说 这个也不新鲜 对 这个已经是不新鲜了 我觉得这一个不错 被压住的 这一只 你看 会足够的吗 一定是足够的 足够 来 2克 看有没有到2克 主要做 考试过关了 这就是考试过关 大家看看 哇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迫不及待 要回去 做一个美味的佳肴了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我是 Bryce 我是Chef Dalen 欢迎来到 Chef at Home 然后我们刚刚从购物那边 买这个食材 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家了 对 那今天Chef Dalen 就要教导我们一个新的菜色 这个就是准备就绪我们的食材 首先 第一步 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我要求你们帮我去拌它的叶子 拌这个叶子 可以 你可以拿一个玻璃碗给我一下吧 你的手指头这样拿 按住这里 按住这里 然后再给它拉下来 如果我这样子的刀反 这样拉出去可以吗 也可以 然后你拿了这个叶子 就是 如果你在往不一样的方向 这样下来 就完完全全的 就下来了 那么我们下去的时候 你们弄好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一下 去检查一下 像我摸到这边 是会比较硬的 所以我会再过力多一次 是 太多又不能 对 太多又不能 这样子 只能够慢慢这样子 一点一点 因为其实你们看 曼妮采这样丰盛 其实你煮出来 它会缩水 它会比较小分一点 看起来那么多 等一下就不见得那么多 是 这个处理不好 真的是会弄到整个厨房都是 对 比如说 对 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是一个示范了 哈哈哈哈 整个都是 第一次其实都是在家 就是妈妈 准备好了给我们 有时候就是要 光线妈妈的手 如果妈妈煮菜 煮了十年 二十年 你看他们手 就是妈妈的手 会来又厨 因为她每天在帮我们 这样子拔菜 来 这个 剩下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就是跟她 拿这个来包扎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包扎起来 可以 跟她落小 对 我们现在给她清理一下 好 等一下我们把这些 玛丽菜拌好的 来 再用水清洗 洗一下 清洗水一下 下一个步骤 我要请你们去帮我去拌烂 好 来 我就来扭 那么 Bryce 我可以 请你帮我做一个东西吗 好 来 就是帮我打这个三粒蛋 打三粒蛋 对 撒三粒蛋 因为其实在扭的过程中 你也是会发现到 有几个数字会在里面 对 对 打好了 大厨 对 她没有打 你只是跟她放好了 对 她只是打开 打开 打开 要搅拌 对 要搅拌 这样子需要打到白白了 还是 这样子可以了吧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吗 可以了 那我清理干净 再等我老婆洗手 我就切这个蒜米 对 跟她搅拌 按平 按平 搅拌 切半 切半 好的 好的 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起锅烧油了 大概差不多三个汤匙到四个汤匙的油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 蒜头 对 给它爆炒一下 不用怕 敢敢面对它 你越怕它 它越对你 敢敢对你 敢敢对它 就对了 像你打我这样 不可以这样 观众没有 没有 我是讲这个 它会喷 这样子给它炒 我们现在可以放入一点点的蚝油 真的是会变比较少了 现在给观众看一下它的那个 它的菜量已经煎了 很少了 对 好现在放蚝油 两汤匙 蚝油先 所以我们要抓紧要时间 因为我们越久 它的那个水分会越损失 对 现在我们现在放一点点的那个 味精 味精 一茶匙 半茶匙 可以啊这样 可以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蛋 它的水分还在 一点一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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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翻炒 是要怎样 这样转它 转它 像我之前看到妈妈煮这个 在家煮 马尼采炒蛋 都是一次过蛋进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马尼采炒出来 就是一大片的鸡蛋 所以说它你可以看到 看出来它的那个蛋 已经散布在每一个角落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好了 不过 你们已经忘记 我需要到一个东西了 你们没有问我 大厨 为什么不吃先 哦 为什么不吃 因为好像我们大家都 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肯定好吃 所以忘记了这一部分 对 知道你信心满满 你还是要尝试一下 还是要尝试 这个任务交代给你吧 这个是我最喜欢试吃的环节道了 会烫 然后你刚刚跟我讲 你的感受 它会不会太咸 或者是太淡 嗯 可以 可以 刚刚好 完美 完美 那么我们就出锅了 来 可以转过来 给观众看一下 一下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 所呈现的 就是 马尼采炒蛋 所以 今天只是我们的第一道 然后我们还有 接下来还有两道 大家 拭目以待 第二道菜是什么名堂 煮的东西是 Capsicum with Steam Prom 中文是 灯笼交 蒸虾 蒸虾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道的 所有的食材 好 那个Chef 今天我们要如何开始 第一步也是像晚餐之前 我教你们的 你们要帮我去剥虾 剥虾 这个是考验的时刻到了 然后那个虾馅也是要剥开 对 我先切头 好 等你去剥 剥克 因为其实你们在家 你们剥了那些虾头 你们可以不要丢 可以留起来去熬汤那些 哦 因为虾头它的虾膏 真的是很有 精华 对 它的精华是在里面 所以在家可以炼一下 如果说这个 剥虾的技巧 越炼越成熟 代表说 该次煮一道虾 非常的快 然后这样子 直接这样拿出来 做客不会黏任何的那个肉 然后现在是取这个虾馅 对 取虾馅 不用牙签的方式 所以就是这样子按住吗 对 按住它 因为之前的方法是有牙签的方法 也是也可以用这样的 调出来 我们会拿这个灯笼胶 我们切的时候 我们往它这边切 我们就冻的时候 刀冻一点点就好 好 你再拉它上来的时候 全部东西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底部 切除掉一点点 给它比较平衡 没有那么脏 对 给它平衡 哦 差不多这样子的高度就可以了 如果你冻太多的话 可能会插到它的底部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二 三 哦 整个就是拉出来了 我们再拿一个小汤匙 把它里面的这些白色的东西挖出来 来 我示范给你看 你的汤匙最准它的这个白色的东西 就这样子靠下去而已 靠下去 然后你这些东西可以这样挖出来了 当我老婆在挖的汤匙 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挖好的 好 我们稍微洗一下 把它里面的种子给它洗出来 现在我们先把这边先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会准备我们的那个烟料 你可以看到你们下面有一个葡萄蒜吗 首先我要差不多三粒的那个蒜米 然后怎么样放 然后你放两粒在这边 好 给它分开 要放在一起 可以吗 没有 位置有限 真的 只能一粒吗 还可以多加一粒小粒 这个机器呢 就是比较多 男孩子在用 因为它真的是要用粒去按 好吧 我帮你放 好 等一下你挤吧 你可以试试按 你可以试试按 好 这个粒也是放进去 对 可以 这样子吗 对 你试试看先 把它的门口关掉 对 把它的门口关掉 不要给它出来 我真的很大粒一下 求救命要 你 你 你 太大粒了 太大粒了 你知道了吗 这是很大粒 脸都变了 这个是更加的颗粒感 这样的分量可以吗 这样的分量可以 那么我们再放入我们的那个 对 调味料 酱青 酱青一堂食 蚝油两堂食 酱青 对 一茶匙过 一茶匙过了 蚝油两堂食 再来 对 再来 我们再放一点点的这个 一米粉 所以一点点就好了 对 一小 一小茶匙 一小茶匙 你用这个来搅拌 会比较 其实你不建议的话 你可以用手搅一下 如果我先洗 对 像搓面粉这样 不要太大粒就好 搓面粉我会 可以啊 你还不需要洗手 需要吗 因为等一下要搅拌 要洗手 不然整个盘都是 它的汁 对 可是我们还有多一个 还没有做 就是那个 蘑菇 蘑菇我会不一样的切法 这个我会 来给大厨验证一下 用刀 轻轻地给它划十字形 它很快 要轻轻 对 十字形 对 等下它熟的话 它就会开了 好 来 这样子放 来 给观众看下 这样子放 你切好了 切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那个虾 慢慢一个一个放进 来 剩下的来 全不进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完美呈现 还没有完美呈现 我们还没有煮过 还有 这个是完美 还不能够吃 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 它已经吃了 迫不及待了 它出来的会怎样样子 六分钟左右 对 六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吗 对 这样可以了 我们就给它一个六分钟的时间吧 六分钟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哇 灯笼椒蒸虾 它的虾已经非常感觉到 非常脆脆的感觉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哇 所以说这是今天我们第二道 灯笼椒蒸虾完美呈现了 这样我们问Chef Dylan 我们第三道菜要准备什么呢 今天天气蛮热 我会煮一点点凉的那种的 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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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拭目以待 站住 很快来到我们的第三道 第三道菜了 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食材 那首先呢 我就分享今天第三道 我们要准备些什么呢 我们要煮陶椒木耳甜汤 好 这次我们的四个食材 给今天呢 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对 第一个步骤我们先起锅 我们首先先放水 你们可以拿刀帮我把它的那个木耳 你们可以用手把也可以 这需要挣吗 我就是需要挣 挣多久这样子 我们挣差不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这样子就可以 那它有软软的那个 对 这样 这样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先拿两粒的那个红糖 放进去吗 这个给它融化先 对 给它融化先 然后先跟观众们讲的 像这个陶椒呢 其实是我们有另外一倍的 因为普通来讲陶椒 我们需要挣差不多三个晚上 哦 三个晚上 有挣三天好跟还没有挣的 这是原先 它呈现比较透明的状态 对 透明的状态 所以这泡水 要放在冰橱泡还是在外面 对 这个也是有关键到 如果你在冰箱里面 你就不用换水 因为冰箱里面是冷的嘛 它很潮湿 所以它的水分不会这样快消失掉 如果你是放在外面的话 它的水分会流失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你们要加其他的东西进去也可以 因为陶椒我们吃的是 有些女孩子吃的是美白的 哦 然后它会降低血压 还有会帮忙消暑 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对 我们还有罗汉糖那些 会把我们的体温降一点 没有的话会容易生病 你可以拿一个汤匙来试一下 如果不够甜的话 我们可以再放多一粒 放多一粒 看观众自己喜欢的甜度 对 还可以放多一粒 还可以放多一粒 好 我们再放多一粒 然后如果我们融化过后 你们再试多一次 如果是和你们的口味 我们就可以开始浇我们的红枣 红枣需要把它切开 像煮炭那边 红枣我们不用把它切开 它是没有种子的 对 对 对 一些红枣是他们有包种子在里面的 对 所以可能吃了 又咬到 所以买没有种子的红枣 因为有些可能老人家 他们不知道这样吃下去 会咬到它的种子 对 所以牙齿会很痛 对 所以老人家真的有时候 所剩无几的牙齿 所以说也要买没有种子的 这些给年长的人喝也是很好 对 身体会比较凉快 然后对他们的补助方面也是很好 好 好 好了 差不多 全部进 要试一下先吗 要试一下先吗 是喝你的甜度会很 对 可以了 刚刚好 可以 接受了甜度 然后现在 我们的红枣 好 好 然后我们的桃椒也是 是 我们应该搅一个差不多五分钟这样 桃椒不能够在里面滚太久 桃椒不要给它滚太久 会烂 因为它不是会烂 它会 变水 变水 你吃不到桃椒那个 找不到桃椒 搅劲那种 所以我就把它的那个温度降低一点 因为我们这些甜品 我们都是喝冷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放入我们的白木耳了 哦 比较丰富了 真的吗 就是我们在沙拉瓦真的是到地看到 到处可以看到这个甜品 其实也是蛮简单 就是火候要控制得好 然后要搅拌得轻匀 然后就是要木耳 红枣它的那个形状或者是桃椒 对 不要太过煮太久 差不多了 可以出锅了 可以出锅了 这个要先关掉 来 你咬上来吧 所以那些红枣已经是有化开了 对 化开了 所以还可以吃到 最重要的是甜品 最重要的是吃到能够有嚼劲 对 有东西好咬 真正甜品 如果吃到这些里面的这些精华 才是真正的很好的补品 对 对 所以这个再加 都可以煮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今天这一道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道 叫做 桃椒木耳甜 好 事不宜迟 那我们就要去品尝咯 又到了 你看 丰盛的时刻 又到了我们 四次的时间 到了 我们又再次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马尼采炒蛋 来 话不多说 我们来试试看 然后就是讲一些我们的感想 今天学到什么 如果说马尼采炒 再弄碎一点 会更好 对 因为马尼采通常是 比方说牙齿 可能没有 或者说年长比较高 马尼采炒 很难消化 如果他没有 脚的主角 很细的时候 他对 消化也不是很好 对吗 对对对 所以味道方面真的是 非常好 蚝油 我第一次学到 马尼采炒 放蚝油 以前做马尼采炒 都是放盐味精 解决了 搞定了 你看今天放点蚝油 它的味道真的是 突出了菜的香味 所以今天我学到 原来马尼采炒 这样剥它的叶子 这样放蚝油 可以煮出来的马尼采炒 是很好吃的 我感觉我一口下去 它并不会那么的干 而且是非常好入口的 我觉得它的味道是刚刚好 那今天是看到 学会什么 你有发现到 它的蛋 跟马尼采炒 是非常的均匀 通常我们在家 我就是没有去理会 所以就是把那个蛋 一次过下去 变成你会看到 一块一块的 但今天很好 因为有大厨有在 就是教导我们 原来这个我们的蛋 要分几次来 慢慢倒一点点进去 然后跟它均匀的感觉 这个是非常道地的一道菜 看起来复杂 其实做起来就是 不会复杂 就是非常的简单 轻轻速速 就能够完成的一道菜 首先这个是第一道菜 来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这个是什么名堂 我们的 Capsicum 蒸汤 和蒜汤 我们的感觉 就是当你咬一口 这个虾 你会觉得很脆的感觉 就会有一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而且你又看到啊 这个虾它不单单是虾的味道 它有其他的那个蘑菇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结果就会 口中就是散发出来那种 浓浓的香气 就是觉得不会彩 不会干 就是布满那种 汁汁汁的这个味道 非常非常的棒 它不会太软 然后它的蒸的时间 五到六分钟 就是灯笼椒 以前就是在炒饭吃到 炒牛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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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很少我们会这样煮 中间挖空放进去 今天是我们的大厨 就是自己研发了 给我们带来 非常棒的这个幸福感 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菜肴 大厨对今天这两道 还有什么评价吗 或者说 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空间吗 在煮各式各样的菜之前 你们就可以 不反应你们去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你们今天煮这一道菜的时候 要如何去变不一样的 变化 变化菜肴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道菜肴了 那第三道当然是每一个人都会非常喜欢 大厨今天这个是什么名堂呢 桃椒木耳甜汤 对桃椒木耳甜汤 来我们大家试试看吧 对它桃椒的时间要掌控好 对 因为它已经很软了 它已经很软了 如果再多一分钟 我看已经差不多会要化 还变水了 化了40% 这个通常人家是建议比较热的喝呢 还是放进冰箱 放进冰箱喝 放进冰箱喝 它的口感会不一样吗 它的口感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会比较冷 比较结束 比较结束 对 对 对我看来是说如果说红糖 它已经有甜 但是这个红枣它也会甜 红枣也是会甜 红枣也是会甜 所以如果说红糖 其实放两粒就够了 嗯 其实红枣已经会带甜了 对 红枣也会带甜了 所以说真的有时候就是 可能控制在两粒 红糖 红枣会甜 对 那么大粒的话就更甜 大粒的话就更甜 大粒的话就更甜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三道美味的佳肴 大家在家就可以学习如何制作 这个是曼妮菜炒蛋 灯笼椒蒸虾 再来就是一个甜品 就是陶椒木耳甜汤 这个是我们第三道 今天要带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大厨 就是教我们两夫妻这样子 简简单单煮这个丰盛的一餐 那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见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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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